好消息 好消息 一款马来西亚很好卖的 SUV 要推出升级版的 这一款 SUV 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实际上呢 在一两个月前呢 这款车在泰国已经推出了一个升级版本啦 据说呢 它最快会在今年内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聊一下 Toyota Corolla Cross 改变了什么 然后又没有改什么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Corolla Cross 作为 Corolla 家族呢 一个最新的成员 而且它也是 Toyota 最新的全球战略车款 原厂在这款车上面呢 付出的这个心血呢 确实是非常的多 不过有一点我比较好奇的是呢 你在日本 你在东南亚 你在欧洲跟美国买到的 Corolla Cross 呢 基本上设计都不一样 那么这一次东南亚版本的小改款车型呢 它采用了 Toyota 最新的家族设计风格 整个前领跟全新一代的 Camry 有一点类似 但是 好不好宽就见仁见智 另外呢 它的头灯组也更改成了 欧规 日规 跟美规的设计风格 不过 这次头灯组我是觉得好看 这一点要好评 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整辆车的车身改变并不大 要重点提醒的是呢 Corolla Cross 在欧洲跟美国版本呢 它的后悬调是 Mauditlin 但是在亚洲版本呢 则是采用了 Toyota Bin 这次小改款的部分同样的并没有升级这一点 但是这台车在马来西亚市场跟其他的东南亚市场呢 它都是主打一个舒适性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不需要太担心啦 因为这台车已经卖了那么多 大部分消费者对于它的舒适表现呢 还是给予赞同的 那么在这次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我们不得不称赞 Toyota 的刀法精尊 为什么那么讲 在小改款之前呢 很多人吐槽 这款车采用这个电视机的荧幕啦 然后没有这个电子手刹车啦 等等等等等等 这次小改款呢 他们终于把这些东西加上去的 同样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国外版本就已经有了 例如讲呢 全新的这个触屏主机升级到了10寸 另外它的这个仪表呢 也改成了真正的全数位化仪表 就跟这个新款的这个 Corolla Altis 是一模一样的 显示效果自然是更好 那个脚踏式的刹车呢 也被取消掉 终于给回你电子手刹车了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好评啦 另外 原厂也表示呢 这辆车在它的这个 这个Toyota Safety Cent 上面呢 也进行的比较大的升级 其中它终于支援真正的 Stop Angle 的 ACC 功能 我为什么讲它是真正的 Stop Angle 呢 虽然讲现在在马来西亚贩售的 Corolla Cross 呢 它也是支援这个 Stop Angle 的 ACC 但是它的 功能呢 是比较单一一点的 而在这一个新款的部分呢 你真的可以实现一个按键 让它进行 Stop Angle 我觉得这个升级点还是很棒的 另外剩下的东西 它该有的都有 例如讲这个漆漆囊 然后完整的Toyota Safety Cent 然后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这些你都还是可以在这台车上面找到 引擎的部分呢 同样的跟这个目前贩售的版本是没有太大的升级的 但是我这点我还是要提到呢 在日本呢 它们是更换成了最新的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在欧美呢 本来就有这个引擎了 但是在东南亚市场呢 它还是维持了1.8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1.8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在这个引擎配置部分呢 可能会有人投诉呢 这个是老引擎等等等等 但是不能否认这个老引擎的稳定度 还是非常的高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啦 原厂没有把这个第4代的THS系统升级到第5代 不然呢 它的动力表现会更强 不过根据我们的泰国媒体朋友headline map进行测试呢 这款车的0到100加速呢 不到11秒就可以完成 另外实际油耗测试呢 也超过了19km per liter 所以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我觉得应该还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的车型呢 虽然讲这个11秒的0百加速不算太快 但是作为一台家庭车来讲的话 你会在意这个引擎的动力吗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啦 那么很多人应该会很好奇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这个从11万到14万价位的XUV有很多 那么有什么原因让我们一定要去买Toyota Corolla Cross 根据我自己试驾这款车我有一点心得 其实这款车是一款非常没有个性的车子 它的主要卖点就是它的微向空间超级大 还有呢 它的舒适性是一流的 因为这台车呢 我们之前曾经参与过这个原厂举办的试驾活动 从KL开车到槟城去 这辆车的舒适度呢 真的是无可挑剔 而且其实严格来讲 它的驾驶感受也没有到糟糕 我觉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地步 大部分的消费者都可以接受 非常容易的上手 而且呢 我也有跟很多Corolla Cross的车族交流过 为什么他们要去买这样子一台车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并不想花时间去修理车或者去crank东西 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这个车子的稳定性要好 不管是高速的稳定性还是品质的稳定性 这个都是最重点 所以我相信Corolla Cross 在马来西亚卖的那么好呢 真的是由它的原因所在 当然可能会有人讲它是牛头牌的光环 可是实际上 这个不就是它最强的卖点吗 以上就是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小改款的更改细节 讲真的这一次更改的幅度并没有太大 当然会有一些人讲这一次的改款根本没有诚意 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 Toyota 就是要以稳定为主 这一点没有对错 因为呢 我相信大部分会买到Toyota的朋友呢 其实还是要它的稳定性 跟它的这个简易的维修性啦 所以它不给新技术 好像有它的道理 但是对我来讲又好像点说不过去 如果是给你的话 你会有什么看法呢 影片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款车如果推出了小改款之后呢 一定又会成为马来西亚市场最热销的车型之余 你是不是Toyota Corolla Cross 的车主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啦 另外如果你想看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的车主访谈的话 也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我们之前也访问过了一位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的车主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菜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的证明 Tight地方